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下辨别对他们说话的声音是否来自圣灵 今天我们要谈谈如何辨别圣灵正在对你说话 圣灵通常通过几个迹象 向信徒证实是他在和信徒说话 以免他们听到他的声音时陷入混乱 圣灵是信徒的向导 他会说话 但我们必须能够解码他与我们的交流 也就是明白他对我们说的话 许多信徒的问题是 我怎么知道是圣灵在对我说话呢 今天的影片将和你分享圣灵正在对你说话的三个迹象 第一 圣灵传达确认的信息 希伯来书二章四节说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我们应该知道的是 圣灵在上帝话语的范围内 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人交流 随着我们与上帝同行的成长当中 圣灵向我们证实上帝话语的模式可能会改变 最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对我们说话 并确定是他在说话的迹象 明确地知道是上帝正在对我们说话 这对每个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没有意识到上帝在对他们说话 我敢肯定 即使在看着这影片的人当中 有一些人也错过了上帝对他们说话的时刻 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声音 现在和你分享一个很好的圣经例子 撒摩尔记上三章一至十节 讲述了年轻撒摩尔的故事 童子撒摩尔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当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常有漠视 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 他眼目昏花 看不分明 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 还没有熄灭 撒摩尔已经睡了 耶和华呼唤撒摩尔 撒摩尔说 我在这里 就跑到以利那里 说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他就去睡了 耶和华又呼唤撒摩尔 撒摩尔起来 到以利那里 说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回答说 我的儿 我没有呼唤你 你去睡吧 那时 撒摩尔还未认识耶和华 也未得耶和华的末世 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摩尔 撒摩尔起来 到以利那里 说你又呼唤我 我在这里 以利才明白 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因此 以利对撒摩尔说 你仍去睡吧 若再呼唤你 你就说 耶和华啊 请说 仆人静听 撒摩尔就去 仍睡在原处 耶和华又来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撒摩尔啊 撒摩尔 撒摩尔回答说 请说 仆人静听 撒摩尔只是一个 在主面前 侍奉的小男孩 当时他还不认识主 那时神来找他 他不知道 如何辨别主的声音 因为主的话 还没有启示给他 撒摩尔一直认为 是以利和他说话 每次神呼召 撒摩尔都会跑到 以利那里 一共跑了三次 以利在第三次的时候 凭着经验知道 那时是耶和华 在呼唤撒摩尔 上帝在你的生活中 对你说话了吗 就像撒摩尔一样 你不知道 是他在对你说话 撒摩尔听到的是 上帝的声音 而不是以利的声音 不过 以利帮助撒摩尔 确认所听到的 他告诉撒摩尔 确定他听到的是 来自上帝的声音 他需要以利帮助他确认 所以神用以利来证实 撒摩尔听到的声音 确实是从神来的 上帝用来帮助 证实他话语的人 可能完全没有头绪地 传达了信息 他们不知道 上帝向我们 传达了什么信息 就像上帝使用以利一样 他依然会使用人 向他的孩子 确认他的声音 神可以使用你身边的 一个弟兄或姐妹 也可以使用一个 对你现在的情况 你的事情 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神用这些人来 帮助我们 使我们对于他所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没有疑问 圣灵和人们说话的第二个迹象是 你的内心对于所做的决定 有平安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 但宝慧师就是福音我的名所 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只叫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是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信徒可以通过内心 对当前的情况或决定 有极大的平安这个迹象 来知道圣灵正在对他说话 因此 有时上帝不需要派人来 证实他所说的话 而是他会给你内心的平安 譬如你在事业上 有个与其他企业合作的项目 你向神祷告 在花时间祷告寻求主之后 你对眼前的事 忽然心里有了极大的平安和信心 这也是一种确认 证实圣灵和你说话 因为圣灵的果实之一是和平 你是否厌倦了做出错误的决定 你是否厌倦了生活在遗憾中 亲爱的朋友 让我给你一个解决方法 那就是在你每一次要做出任何决定之前 你要等待并寻求主的带领 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式各样 大大小小的决定 有时候一个错误的决定 将造成一连串错误的事情发生 或者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你要经历多年的伤痛或困难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 因为我也厌倦了做出错误的决定 人生的一个决定 足以改变我们的生活轨迹 不仅是我们的生活 还有我们家人的生活 从现在开始 你不必再做出另一个 会让你跌倒几年的错误决定 如果你面临人生中的重大决定 你能为自己和家人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花时间寻求主 上帝会回答你的祈祷 上帝会给你方向 他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对你的家人是正确的 正确的决定 会给你的心灵带来平安 而主的平安超越了所有人的理解 每次当你在做决定时 你的决定是否 让你内心感到有平安呢 有些人 他们做了决定 当后来的结果显示 他们之前做的 不是正确的决定时 你会听到他们懊悔地说 是的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 因为我有一种感觉不该这么做 但我无视了他 我真后悔 不顺从我的内心 我真后悔 做了这个决定 当他们回想起来的时候 他们意识到 上帝在对他们说话 这就是为什么理解和知道 上帝对我们说话的迹象 是那么重要 在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 寻求上帝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 以故迈基牧师曾经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次 一位女士来到摩根博士那里 问他 你认为我们应该为生活中的小事祷告吗 摩根博士回答说 你能不能说一下 在你生命中 对上帝来说的大事是什么呢 然后他继续说 当你将生活中的事情 分开为大事小事来向上帝祈祷时 你就做了错误的决定 因为对上帝来说 我们生活中的任何方面 所有事情都是小事 上帝要帮助你做决定 他要你向他祈祷 但是你必须记得 当我们向上帝祈祷时 必须学会在做出决定之前 有足够的耐性 和足够长的时间来祈祷 如果我们太匆忙 太急躁 我们的肉体将主宰我们的决定 有的人总是闯祸 困难总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然后大呼上帝 从来没有做他的靠山 大多数人在做出生活 职业或财务方面的决定时 都没有寻求上帝的带领 结果他们失败了 上帝永远不会带你走错路 如果我们愿意等待他 他会给我们一个 他在支持我们的迹象 所以我今天鼓励你 花时间祈祷 并寻求主的带领 现在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了 当我说到祷告时 你会想到什么呢 当我们想到祷告时 我们通常会先想到要说什么 而不是想到要聆听 但实际上 祷告是与神的交通 而与神的交流是 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东西的同时 需要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与意念 祷告是人与神 人性与神性的对话交流 是双向的交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迹象是 圣灵的声音与神的话是一致的 圣灵用来向我们确认 是他正在对我们说话的另一个迹象是 他使用圣经来支持他的话 诗篇110章165节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圣灵永远不会指示我们去做任何事 是违反圣经真理的 圣灵通过上帝的话 也就是圣经来印证他的话 圣经是因着圣灵的末世而写成的 所以他不能自相矛盾 所以神的话成为我们印证圣灵最可靠的证据 但是信徒要小心不要被魔鬼欺骗 因为魔鬼有时候会伪装成光明的天使 断章取义的引用经文 无论如何 随着我们与圣灵的关系更成长更亲密 我们的辨别的能力就会增强 我们总能辨别魔鬼的欺骗 因为它们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和标准